纵身一跃跳进塞纳河 巴黎人民这几天恨不得都跑在清凉水里 因为天气实在热到受不了 受到来自北非萨哈拉沙漠的热风影响 欧洲面临持续一整周的热浪侵袭 气温可能飙迫40度 根据法国气象局预报 部分东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出现当周最高纪录 不过官方表示已经做好万全准备 要将影响减到最低 除了在公共大楼里设置冷却室 同时社工大量发放水给街友 在学校和育幼院装风扇 这几天空调设备在法国的销量 更是比以往多了四倍 受影响的国家还有西班牙 德国这些西欧国家 西班牙东北部气温可能高达42度 当局因此发布高度灵活风险的警告 而距离德国上次出现快接近40度高温记录 已经是70多年前的事 首都柏林的急救医院表示 罕见高温会让民众掉以轻心 十分危险 加上湿度高 民众体感温度可能达47度 甚至到晚上也很不舒服 现在欧洲各国医护人员一致强调 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 避免脱水和中暑危机才能度过 可能会延续到7月初的高温天气 大海新闻 郑云轩编译 抓住